三千多年前,一个伟大的人物诞生在距日本仅千里之外,现如今中国山东省的土地上,逝者如师傅。 千百年来,我们的世界每天都在迎接新生和老去,但这个人却从未被忘却,因为他对我们的生活,对整个人类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影响,正随着时间流逝,愈加渐渐。 他就是被世人称为圣人的孔子。 孔子出身并不显赫,最为王室后裔,却又年丧父,家境平衡。 虽然如此,但世间知识似乎总是平衡的。 孔子除了聪明思辨的头脑外,还继承了其父永武的基因,身高一米九多,但孔子从不学要自己的无勇。 靠着天资聪颖与勤奋浩绝,孔子的仕途从管理仓库开始一路平步清云。 路不时宜,夜不庇护的典故,正是出自对孔子执政期间社会秩序的描写。 然而,孔圣人的影响并非仅体现在政治上,他不只是政治家,还是教育家。 维根结底,他是一位大思想家。 他周游列国,带领弟子三千众,边游历,边讲学。 其中,后来成为名家的就有七十二人。 他创立了儒家学派,他在教育、政治、政治、美学领域都提出了全新的思想观点。 这些观点,至今仍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影响着我们。 在日本,圣德太子颁布的日本第一部宪法,宪法十七条中的第一条,就是以和为贵。 不止这句话来自孔子的论语,其实全部十七条宪法中有五条原则论语。 在江湖时代,论语是五世的必读书。 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创始人色泽荣一提出的论语加算盘的经营理念,也代表了日本经营的指导原则。 日本现存孔庙多达几十座。 所以,在这里,大家将其称之为道德与学问之神。 而如今,在世界范围内,已经建立了数百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。 说到这里,想必大家已经对这位圣人无上崇拜了吧。 但想真正了解和感受更多关于他的人生和见解,还是要到他曾经生活和奋斗过的土地上去,才是啊。 在中国的山东大地的屈服,屹立着三孔,孔府,孔庙,孔灵。 历代名人都曾到此拜祭孔子。 如日本元首相福田康夫,原新加坡总统李光耀等等。 怎么样,有没有心动呢? 如孔子所言,温故而知心,温习过去,习得未来。 让我们到山东屈服,去亲身体验孔子文化的伟大与震撼吧。 来吧,我们一起周游列国,就从孔子的家乡出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